欢迎收看2021年10月2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上市公司与投资机构吉林行现场会在长春举行 省委书记景俊海出席现场会并讲话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骏主持现场会 韩骏到长春市就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成长开展专题调研 并现场办公解决问题 吉林省是东北解放战争的发起地 也是战略转折地 重要战场和前沿根据地 今天聚焦红色资源 更续红色血脉专栏 跟随记者一起重温那段争容岁月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献记录电影 东北战场的抉择七道江会议在白山市开机 截至19号 我省秋凉收获已近七成 秋收进展顺利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今天上市公司与投资机构吉林行现场会在长春举行 省委书记景俊海出席现场会并讲话 省委副书记 省长韩骏主持现场会 我省40个重点招商和股权融资项目集中签约 签约金额326亿元 景俊海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上市公司与投资机构 吉林行活动成功举办 表示热烈祝贺 他说上市公司投资机构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基石 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间力量 这次活动的举行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 既为上市公司投资机构深入吉林开展合作 创造了良好机遇 又为更多吉林优质企业逐入资本市场提供了广阔舞台 希望广大上市公司投资机构在吉林开展高效交流对接 建立稳定合作机制 为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注入资本贡献力量 一是充分发挥资本力量产业转型助推器作用 聚焦吉林一组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瞄准新能源 新汽车 新材料 新农业 新旅游 新电商发展方向 对接资本市场 引导资本急剧 加快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 二是充分发挥资本力量成果转化催化剂作用 构建正产学研用金一体化服务体系 促进资本链 创新链 产业链 人才链融合协同 推动科技 资本 产业高水平循环 高质量发展 三是充分发挥资本力量企业成长孵化剂作用 持续增强投资融资服务功能 推动形成吉林企业千军万马竞相发展的生动局面 四是充分发挥资本力量改革 开放新引擎作用 主动参与我省国企混改 为我省民营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 全风险维度的资本服务 为吉林高质量发展 注入源头活水 我们一定以大开放 大开发 大合作的胸怀和视野 积极拥抱资本市场 持续优化资源配置 用心打造投资合作热土 创业成长乐园 现场会上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宋志平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管兴业 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李辉讲话 表示一定集聚上市公司力量 发挥资本市场作用 更好服务及领 高质量发展 中节能锋利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斌 青岛特瑞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德祥 中国建材集团副总经理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常张力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总裁佐丁发言 表达了扩大在籍投资 深化资本合作的意愿 活动期间 各市州进行招商政策 产业特色推介 省值有关部门进行重点产业链展示 有关企业集中开展投融资路演 并与投资机构深度对接洽谈 现场会全程进行网络直播 观看人次60万 省级长春市领导胡家福 蔡东 王子莲 省政府秘书长安贵武 全国各地上市公司及投资机构代表 省值有关部门 各市州及有关企业负责同志 参加现场会 昨天 省委书记景俊海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骏 一起在长春会见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宋志平等 上市公司与投资机构吉林型重要嘉宾 景俊海 韩骏向各位嘉宾表示诚挚欢迎 景俊海说 吉林自然生态优美 产业基础坚实 投资环境良好 发展机遇众多 是吉祥之地 吉利之地 吉顺之地 当前 我们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实施一组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瞄准新能源 新汽车 新材料 新农业 新建商 新旅游发展方向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 布局产业链 加快构筑完整产业生态 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希望大家抢抓吉林振兴发展新机遇 产业转型新风口 深入对接吉林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走进吉林 关注吉林 投资吉林 围绕重点产业链条 谋划布局一批重大项目 努力实现更高水平 互利共赢 宋志平等嘉宾一致表示 一定持续深化与吉林合作 把更多前沿技术 先进经验 优秀人才 重大项目引入吉林 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对创新创业 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引领带动作用 为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级长春市领导胡家福 蔡东 王子莲 省政府秘书长安贵武 以及中节能风力发电公司 青岛特瑞德电气公司 福安控股公司 汉威科技集团等30多家上市公司和投资机构负责人参加会见 10月20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骏到长春市 就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成长 开展专题调研 并现场办公解决问题 他强调 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重要知识精神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 全面落实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加强政策引导 精准服务 强化支持 实施全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培育工程 推动专精特新企业瞄准市场需求 坚持专业化 精细化 特色化 新颖化发展方向 加快抢占产业 技术 人才制高点 催生更多新技术 新产业 新业态 新模式 不断丰富产品种类 提高市场占有率 进一步扩大企业规模 为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率先实现新突破 提供有力支撑 吉林奥莱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是吉林省首家科创版上市企业 也是OLED行业首家科创版上市公司 韩骏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 鼓励企业加强与高效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协同创新 突破更多关键核心技术 不断增强行业话语权 标准制定权和品牌影响力 成为掌握独门绝技的单打冠军和配套专家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公司 曾参与神舟号载人航天工程在内的许多重大工程任务 是国内光电测控仪器设备的重要研发生产基地 韩骏指出 要聚焦主业苦练内功 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 推动企业更多产品从产业前端 技术尖端走向价值高端 提升核心竞争力 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 针对企业反映的人才需求 韩骏要求有关方面采取柔性引财政策 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引进的骨干人才 在子女就学 住房 社保 职称评定等方面给予支持 打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人才高地 长春长光晨英生物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致力于应用光学技术解决生物学医学问题 研发制造了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生物医疗仪器 企业未来目标是什么 发展壮大有什么困难 韩骏关切地询问 他叮嘱企业抢抓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机遇 谨定市场需求 聚焦细分领域 加强与头部企业合作 推动前沿科技工程化 研发更多健康惠民技术和产品 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和市场空间 在全民健康检测 生物疫病检测 农产品食品安全检测等方面 培育打造新的增长点 义企科技吉林省有限公司 是一家从事人工智能领域 机器视觉识别研发与应用的高科技企业 韩骏详细了解研发方向 项目进展 市场拓展等情况 强调企业要结合自身特色 瞄准吉林所需 拓展应用场景 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做大做强 长春通式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是国内唯一一家研发生产高端航空机载光电设备的民营企业 韩骏实地观摩系列产品 强调要一如既往地支持企业 走专业化 高端化发展道路 不断丰富产品种类 提升附加值 努力成为光电成像领域的领军企业 韩骏在调研中强调 我省在汽车 轨道交通 新材料 精密光学机械 生物医药 现代种业等领域 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和产业基础 要充分发挥我省人文科教大省优势 围绕产业链 补链 盐链 强链 着力培育一批注重细分市场 聚焦主业 创新能力强 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形成全省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坚持问题导向 切实解决好专精特新企业关心的 融资 上市 人才 服务保障等问题 为企业发展壮大 创造一流环境 王子莲 安贵武参加调研 今天 政协吉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在长春召开 会议围绕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 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专题协商议政 省政协主席江泽林在闭幕会上讲话 会议听取副省长韩福春 关于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的介绍 审议通过关于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 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建议案 会议还审议了其他有关事项 江泽林强调 要结合我省资源禀赋和自然条件 因地质疑 探索符合发展需要 反映农民需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和路径 强化金融扶持力度 提升规范化发展水平 不断增强服务带动能力 有效引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要充分发挥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优势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凝聚各方智慧力量 为我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谋良策出十招 用高质量研究成果 助推我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知建华主持开幕会 曹宇光主持闭幕会 薛康 李龙熙 李景浩 赵小军 蓝红良 李维斗 郭乃硕 郭树峰 出席会议 10月20号 省属高校党委集中换届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在长春召开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恩惠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要提高政治站位 督促各高校党委 把党的领导贯穿高校党委集中换届全过程 确保换届工作正确政治方向 要落实好干部标准 树立正确用人导向 加大年轻干部选拔力度 着力选用专业化干部 阶级推进干部交流 确保高校领导班子个体强整体优 要坚持依法依规 加强会前指导 现场指导 组织引导 确保大会选举规范 有序开展 要压实监督责任 督促各高校党委 把正风速记牢牢抓在手上 确保换届工作 风轻气正 要发扬优良作风 提高工作站位 加强工作调度 注意工作方法 确保换届指导工作 善始善终 慎终如始 以现在的行政区划为标准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吉林省 具有独特的地理方位 历史环境 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 吉林省是东北解放战争的发起地 也是战略转折地 重要战场和前沿根据地 三下江南 四宝临江 四战四平 党领导人民军队 在这里奏响一曲曲胜利凯歌 吉林战场的胜利 直接支援影响了辽审战役的胜利 以及东北全境的解放 今天聚焦红色资源 更续红色血脉专栏 我们跟随记者一起重温那段 争容岁月 1946年6月 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 全国内战正式爆发 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 中原解放区 首先对国民党军进行自卫反击 发起伟大的解放战争 1946年10月 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南满根据地 吉林省是东北解放战争的发起地 四宝林江和三下江南 就是我们东北解放战争发起战役 我所在的位置是 长春市九台区的三下江南战役纪念馆 这座纪念馆收藏了50余件 当时的军需用品 为东北解放战争史的研究 提供了大量资料 当时以松花江为界线 松花江以南 哈大县以东的长白山地区称为南满 以北的一部分地区则称为北满 1946年12月 正值松花江判最冷的时节 南满军区发起一宝林江战役 次年一月 北满东北民主联军 实施围点打员战术 开始一下江南作战 纪念馆中留存的 当年战士们穿的担保免衣 套着垫子的老马鞍 都佐证着战争的异常见信 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们 就是在那样冰天雪地的环境里 与敌人英勇作战 三下江南四宝林江战役 于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 我东北民主联军 为保卫南满根居地 在临江 通化等地区 对国民党进行的 大规模军事行动 依靠南满北满的紧密配合 南满东北民主联军 又进行二宝三宝林江战役 北满我军发起二下江南 三下江南战役 均取得胜利 经过柳河县 蓝山等地战斗 南满我军取得四宝林江战役胜利 保卫林江不单单是保卫林江这座小城 更重要的是保卫南满的心脏位置 四宝林江战役的胜利 离不开北满骑兵将士 三下江南的配合作战 每当南满两军交战的时候 北满的骑兵部队 就通过冰冻的松花江面 来到九台德惠地区 潜制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 迫使国民党军 从南满的战场上调兵回援 三下江南四宝林江战役 历时三个半月 共歼灭国民党军四万余人 收复城镇十一座 挫败了国民党军 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 我们和北满的主力部队相互配合 打破了国民党的进攻 通过这场战役 扭转了整个东北的战局 这场战役胜利之后 我们的根据地连成一片了 我们的力量壮大了 吉林省也是东北解放战争的反攻地 1947年 东北民主联军对国民党展开下级攻势 东北战场开始了战略反攻 而最后一战锁定在四平 史称四平攻坚战 这是东北民主联军历史上 第一次大规模城市攻坚战 次年一月 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 于三月再攻四平 发起总攻后 1.9万余名国民党守军 父辈受敌 一昼夜间全军覆没 次日四平即告解放 史称四平收复战 解放军在这一次是先用了八天的时间 扫清了四平的外围防线 总攻四平战斗打响之后 就用了23个小时速战速决 以绝对的优势兵力取胜了 新年的战火硝烟早已散去 但这段浴血熬战的烽火岁月和那些悲壮豪迈的英雄史诗将永远铭记于人民信众 回望过往历程 眺望远方征途 我们必须用好红色资源 更需红色血脉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砥砺奋进 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今天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献记录电影 东北战场的抉择七道江会议开机于市 在白山市举行 影片预计金东完成实景拍摄 2022年国庆节前正式上映 影片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与白山市天一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 影片回忆了党的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次会议 七道江会议的事件始末 1946年10月 蒋介石集中10万兵力向南满根据地铺来 先后占领大部分地区 在这紧要关头 党中央派陈云同志和萧敬光同志一起到达临江指挥作战 1946年12月11号至14号 辽东军区党委在七道江组织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 他对我军坚持南满斗争 保卫长白山根据地 粉碎敌人对临江的进攻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这部影片是对陈云 萧敬光 萧华等革命先辈的深情缅怀和歌颂 是陈云同志一锤定音 开启四宝临江战役 扭转东北战局的浓缩和再现 更加理解我们当年的革命先辈 抛头颅洒热血 角色也好 污污更多的人民群众 经过这三年反复的努力 包括找很多的专家走访 包括陈云的后人 萧敬光前辈的后人 呈现有个很好看的片子 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影片得到了中宣部国家电影总局的高度重视 要求拍成一部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记录电影 中共中央办公厅也对这部电影给予充分肯定 并将其纳入国家档案馆收藏 目前700多人的演员队伍已培训完毕 影片拍摄的筹备工作已经完成 近日吉林化仙15000吨碳纤维项目 7号线一次试车成功 这是企业年内投产的第三条大丝数碳化线 在吉林化仙国星碳纤维公司厂区碳化车间内 洁白的碳纤维原丝在丝道上有序运行 各氧化炉内温度按设定值稳步上升 伴随着预氧丝从6号氧化炉内成功产出 吉林化仙15000吨碳纤维项目 7号线一次试车成功 开车之后我们整个国星碳纤维 碳丝的产能将突破9000吨以上 今年7月以来 吉林化仙国星碳纤维公司 先后投产两条生产线 单线年产量达2500吨 是目前国内同规格中单线产能最大的生产线 产品主要应用于风力发电 绿电新能源 体育休闲等领域 经检测 吉林化仙的碳纤维产品 已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记者从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 截至10月19号 全省秋粮已收68.3% 其中玉米已收64.5% 水稻已收82% 大豆已收98.5% 杂粮杂豆 鼠类等其他粮食作物已收58.2% 秋收进展顺利 下一步 省农业农村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 利用近期请好天气 加快秋收进度 确保颗粒归仓 日前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15次地约方大会 宣布了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名单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位列其中 这标志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试点期满正式转正进入发展新阶段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横跨吉林黑龙江两省 规划面积14,065平方公里 森林覆盖率97.74% 是我国东北虎东北豹 历史天然分布区 和唯一具有野生定居种群 和繁殖家族的地区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点 于2017年启动 试点以来打造了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 建立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组建应急处置专家团队 园区内野生东北虎 东北豹种群稳定增长 最新数据显示 野生东北虎东北豹数量 由试点之初的27只和42只 分别增长至50只和60只 监测到新繁殖幼虎10只以上 幼豹7只以上 作为我国目前唯一 与国外比邻的国家公园 试点以来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 与俄罗斯暴地国家公园管理局 开展全方位合作 在虎豹跨境活动研究 中俄联合监测 科学研究数据共享 技术经验交流等方面密切往来 有力推动跨国界保护地建设 目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 和生物多样性恢复形式起人 生态功能不断强化 正在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名片 国际野生动物保护负责任大国形象展示的窗口 和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合作的典范 近日全省高速公路交通标志 优化提升专项整治实施行动正式启动 优化提升行动 在多条高速公路同步展开 由极高集团组织四只施工队伍实施 在长生高速公路一处施工现场 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在优化高速公路枢纽互通 指路标志内容 在极草高速吉林西至吉林南方向 施工人员将多余标志更改为 吉林高速客服电话96122 在魂屋高速魂春方向 木匠高隧道处 施工人员正在新增限速标志 高速公路建设它不是同期建设 跨时间段非常长 有的十几年 当时的标准不一致 它有的不连续的地方 中国这次标准提升 把它规范了 连续了 更醒目 出行更方便 此次优化提升行动计划工期43天 共计4052处 其中新增575处 调整2804处 拆除467处 更改96122标识206处 预计11月中旬全部完成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10月20号临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在有一个月左右 素有水中活化时 鸟中大熊猫之称的中华秋沙鸭 就将离开吉林 飞往太湖 洞庭湖等地越东 我们抓紧时间再欣赏一下它们的俏理身姿吧 中华秋沙鸭完全靠视觉捕食鱼类 对水质特别挑剔 又被称为环境生态市值 长外乡区高大的桥木 丰富的食物 零污染的水质 充分满足了中华秋沙鸭对栖息地的要求 眼下它们正抓紧觅食 为越东做准备 中华秋沙鸭距今已有一千多万年的历史 全球现存不到两千只 近年来 吉林实施森林保护与抚育 珍惜物种栖息地保护 湿地修复等一系列举措 精心呵护着这些鸟中大熊猫 目前在吉林长期停歇的中华秋沙鸭 已达150多吨 比五年前增长了50% 今天的吉林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